这个转字的是问题 这个教理上说呢 转字呢是六十和七十先转 什么叫六十七十先转呢 就是先破能我字法我字 是吧 那么呢 在果地上呢 就是说再转八十和前五十 转第八十成大圆镜字 转前五十为成所作字 初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要转第六十 转第六十为妙观察字 转第七十为平等性字 那么十和字 你看他只是转了一下 没转的时候叫十 又无名啊 又执着就是十 因为无名覆盖了 不知真相颠倒分别 分别然后产生执著 所以说分别是实 无分别是智 记住这句话 无分别 无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限量直接看到真相 限观万法的真相 无分别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无分别就是像我们眼睛 你看眼睛看到 直接眼前献出这个像来 不需要分别这个像就现前了 不需要分别 就直接看到了这个现象 直接观到了这个真相 这智慧就是我们这个大圆镜字啊 就像那个镜子一样不需要分别 直接一些像在里面显现 是吧 我们大圆镜子一样显现万法的真相 但是不需要分别 所以说我们的智慧啊 你不要以为不分别就什么都不知道 不需要分别 我们的智慧可以直接 我们人类有两种智慧的啊 科学家说大脑是左脑右脑 一个是逻辑分析的 一个是直观的智慧 像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 凡夫都有啊 有些时候你不需要分析 你直接就通过你的视觉 或者那个大脑直观 就可以看到这个事物的真相 明白这个事物的道理 知道怎么做 就是啊 不需要分析 也不需要这个分别 那我们凡夫的这种自观的智慧 是很微弱很微弱的 包括现在末法时代 特别是很多女众 这个逻辑分析能力也特别差的啊 数学都是不及格的那种 也就说明你那种 这个分别字特别差 师父讲道理讲了半天 你还是听不懂 因为这个逻辑分析 它是一步一步推的嘛 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很强的 就是从这个地方入手 去学正法 破我之 先用分别字来 分析破这个我之 破了以后 它就不分别了嘛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真相 然后你用不分别的这个智慧 来限关 慢慢的直接关到这个我 就不需要分析了 你直接限量的就关到我了嘛 是不是可以做得到 可以的啊 逻辑分析 它是永远达不到这个无我的境界的 它只能分析到 刹那无常生命 这个从逻辑上是可以理解得到的 但是怎么无常 怎么一下都变成无我了呢 是吧 生灭法 怎么一下变成不生灭的法 弃入空性 它这个是 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的直观的智慧 就告诉你 无常 一直无常下去 就空了 既然是无常了 就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 是吧 我们要如果有这个智慧 你就可以知道 既然无常 这个刹那到底有多短呢 是吧 这个刹那生灭 这个生的现象和灭的现象 本身还是一种生灭的东西 就是一切像本身就是虚幻的 既然它没有自信 它所谓的显生灭 也是换生换灭 既然换生换灭 那就是空的嘛 是不是换生换灭的呀 它并不是真的生起来了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又灭了 生起来并不是实有的生 也不是实有的灭 而是换生换灭 从这里一下就可以起入空心了 就可以直接体悟到这个空心 体振到空心 这佛陀当年说 讲法讲到这个时候 下面就有很多人振出国了 这甚至振到出地了 你们有没有振到出地啊 振到出国啊 振出国应该是可以振的 你信心到位 刚刚师父讲的 当下就振出国了 振了出国以后 然后呢 从这个无我开始修 就是说从根上修 开始是从打基础啊 消业障 慢慢的 你一旦振到了 就到了根嘛 然后反过来从果上起修 从无我开始反过来修 反过来修消业障 就是这种修法 秘中的修法 就是说 先见了信 明信见信以后 然后反过来修 从果地上修 其实一切修法都是这样的 先从基础的开始 按照次第修 修到一直见信来 然后再从见信又反回来 回过头来 再往回修 从最根的上 就像我们说明信见信 就是从果地上 从这个佛果上开始修 因为是明信见信 就跟佛的之间是一样的 跟佛无完无别的 至少它那个正到的那个 那一刹那 它已经正到了 跟佛一样的之间 但是它没有圆满 它只是像天空一样 劈开了一样 闪了一下 但是因为叶嘛 还有叶啊 还有这个执着 吸气啊 又盖上 但是没关系 你已经见过一次就可以了 哪怕是闪电般的 见到的一次 这一次就算是见信了 你已经见过了 是吧 你以前从来没见过的 突然一下 这个天踢开了 这个虚空粉碎了 那个时候就见到了 不是见到了 它就本来就是自己了 不需要见 外面没有境界 那个时候自见自信 不是见外向 没有向 自见自信 自信无向 自己见到自己的 自己见自己 还有向吗 无向 如果你见到一次以后 这个时候你就有资格学密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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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